宗道嫁女、徐媳婦那些 讲完那些之后都是家事 这次其实都是讲家事和做人的道理 重要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里面的智慧 很多时候你听完之后未必做到 但起码你明白了 和知道这件事 你譬如说 见富贵而生 这个是潜 潜味 潜蓉 就是比较花洁 柴仔的样子 你当它是柴仔 见到富贵的人家 有身份的 你有整个 我们叫做黑花狗 最可恥 恥本身又不是真的可恥 恥本身是你知道这件事 或者一个状态 少少不好意思 无恥就真的是恥 无恥代表什么呢 你连这个恥都不知道 你连羞愧之心都没有 叫无恥 可恥值得让人们恥少 所以 如果见到富贵的人 才给了这样的样貌 十十九头 就很可恥 因为人家富贵不关你事 你知道十十九头 是想沾点便宜 偷点光 那不是可恥 遇到贫穷的人 作娇态 最贱的了 贴隽 这里的娇 不是女字哪个 要明白 这个不是你娇的 有风之 这个是娇傲 这个是娇傲 傲慢囂张 即是你现在有一百万 即是对着十万元 五万元 一元那些 你可以帮助他们 而不是踩他们 或者在他们面前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人们趴在那里走进来 即是这个 同样你有一百万 见到过亿那些 你又不需要说你趴在人家面前 帮他拆鞋 即是做人 不需要这样的 这里讲到底 就是广东话 我们有个很神智的 就是不要见高又败 见低又踩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道理要明白 OK 居家界尊重 诉讼 OK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在平时日常生活之中 可以有磨擦 经过以和为贵 将它摆平的话 尽量没有轻重 或者尽量没有太大的拗叫 即是古代叫入了衙门 要去审 现在就是找个律师行 出封信 其实那些很无谓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轻重就有空的 不吉利 心不入衙门 是吧 不入官门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轻重的话 要判 官判你赢 你不是赢的 你是输的 你伤了感情 伤了身体 伤了关系 你两兄弟打架 欠遗产 你给你赢 你怎么说 兄弟情谋就没有了 是吧 一家人就是 各年各自不见面 死不往来 那些 有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的血管可能 爆血管 血压高 所以不要轻重 输了的话 你又输了 唐费呢 律师费呢 律师应该不用赚你的 是你要轻重 他才会赚你的 赚到你的钱 这个就是说 总之有咬叫 最好以和为贵 他这个是 挺希望和字行头的 你说据你力真 不是不对 是对的 但是他这里的意思 不要太过 訴訟于法律或律师 去判决 主世界多言 主人主世 不要说 言多必失 就是我们有个叫 禍从口出 病从口入 但是看情况 言多 是不是必失 师傅 你说的是什么 你有准备的 或者你本身的身份 在社会的地位 或者你本身的职业派 是需要讲话的 你又一定要讲得多的 你宁愿失落 有时候没办法的 你怎么像我这样 拿一张东西 各位 写一下吧 我不讲话了 你不行的 是吧 有些人讲得 讲多错多 但是错多了 你又吹他不像 你现在特朗普那些 你讲的话不多吗 你特朗普那些 你还想中他 是不是 但是他又坐在那裡 又是美国总统 又是签子 和你做销事 那些 做律师那些 就是你 言多必失 只是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时候 不需要讲的情况之下 不要讲太多 真的要讲 准备足够一点 去讲就好些 或者比如说 你有Plan B 这个要知道 密持势力而 灵逼孤寡 没有使势力去逼那些 欺负那些弱小 基本上 根本不应该欺负弱小 你有没有势力 都是这样说的 不要打小 所以 密贪口腹 而是杀生同行 这个有放纵任意的意思 所以是你没有一个口腹之肉 觉得很好笑 亂杀生 他不是叫你没有杀生 好像喝酒 我说过 没有喝过两个酒 他不是说叫你没有喝 这个也是一样道理 生命是可贵 那你也要吸取营养 吃条鱼 補充点 维他命 奥米加 都要吃的 这里不是生的禽料 而是畜生的生字 不过这里是犧牲的生 这里是这样写的 意思应该是畜生和非禽 总之背脊向天也不要杀 任意杀 什么叫任意杀呢 明明吃过饭 两件扣肉是很饱的 你要吃红掌 这个叫口腹之肉 是不是红掌才可以送饭呢 红你又不吃 这么大一只红你不吃 是要吃红掌的 烧烧了一块铁板 红的 用红掌上去跳舞 烂到它死的那些 那些血物冲在脚里 一斩下来之后 那就是红掌的做法 那你说是不是 什么文明古国 五千年的文化 文革的尾 你看过 中国的饮食那些特色 或者饮食那些方法 你就知道 根本没有文明可言 那些是说的 后子脑呢 天灵盖打开 还是生的 用筷子来吃 后子看见你筷子的脑子来吃 何必呢 说出来都很噁心 这些就是口腹之肉 甚至连口腹都不是 纯粹是荣誉上 所以说 请得起这些人来做这道菜 这个是很无谓的 说得出来都不好 其实 鱼翅也是 鲨鱼不吃的 你说是渔民 真的那是鲨鱼 没办法 你是举手还是新懒腰 新懒腰没有新懒腰 好像举手那样 我以为你有补充 这方面 所以就是不要杀生 鱼翅如果来到我面前 我会吃的 就已经变了鱼翅了 变了羹了 但如果你说哈尔去咬 我就比较少一点 还有 概念其实是一样 你不是因为鲨鱼好吃 你是为了想吃 鲨鱼是串到海 那些就是比较无谓 总之就是 他说的都是比较上 以仁爱、善真善美 和这个字眼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衣柜 用于现在的时势都可以 那我试一试一些重要的地方 肩膚龟龟龟 写的时候尽量留意这件事 只有尽量信 这样写 OK 好 雖然我講一句話不如說普通話的西方 我想說普通話 我普通話不太好,我不介意 我講幾句話 我講幾句話 哈哈哈 你寫這個的時候,最重要是什麼呢? 很多人寫櫃子,那個被子太大 當然被子大是有原因的 貝殼的意思在古代的時候,因為內陸地區,黃河和長江流域 不進海,不靠海 所以貝殼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你寫大一點無所謂 但是整個形態就變得太胖了 就很肥,廣東話 所以你寫的時候呢 這個以什麼為依規呢? 是這個點,不是這個點 如果從這裡開始 你寫的時候,就變得整個這麼胖 從這裡開始,你看 從這裡開始 太胖了 所以寫的時候呢 盡量從這裡開始 而且整個形態是這樣的 也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字 欠 廣東話讀 琴 琴 琴語了 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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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有两个写法,第一个写法就是我这个新字旁的 记住,这个新字不要把它弯过弯的太厉害,就向下的有点斜 如果你弯的太厉害的话,整个字就看起来比较宽阔,不好看 因为耳朵的耳朵本身有一个空间,比较粗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耳朵的耳朵可以先写这两树 再写这一树 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容易写一点 鱼子,穷子,穷子的结构比较麻烦一点 穷子到山洞里面,而且没有地方,山洞太小,要弯下来 鞠躬的公字,这个叫穷,所以这个中文字的美感在于它非常生动 穷 穷子,很多人写穷子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码字 太宽 太宽太阔呢,加上这个桥子本身呢,也是比较霸道 所以看起来整个字呢 基本上是两个字,码桥 那怎么样才能把它写得比较细一点,或者是 装这个字的时候结构上比较 我整个字的那个 整体的感觉好一点,码字 再瘦一点 然后呢,这个呢 清闲一点 清闲一点 这比较好看,你看 这空间感觉比较好 你不要太急 不要太急 胶太,太子 轮子的月子千万不要太长 短一点 刚刚过一半就差不多了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个体的字 它只是一部分 太子的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是什么呢 清子 所以这个结果就漂亮了 而且记住 能子中间拿下来就点在这里 别歪了 还有就是戒子 这一痕要短 写的时候要留意整个形态 它要看起来四平八稳的 就是说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个角度 等于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个角度 就延伸上去 这一点在这 那不然会怎样呢 看着 如果你写的时候是这样 这是直的 整个字看起来就歪了 这个中心点就变成这样 就不好看 出试 古字都要写的小 别太大 整个形态 和刚才说的一样 四平八稳的 这个要写的小 这个要写的重 这个要写的重 重的 整个字从这里开始 到这里 后面 严诺必诗 不知视力 视力的诗 上面写完之后 这个占一半 上下的一半 左右的一半 因为下面 比较简单 所以你可以重一点 可以重一点 看起来要比较有气势 这个柿子 骨子 两个写法 这个写法呢 比较多人看得懂 子字旁边一个刮 停 重一点 这个是比较多人 懂得 另外一个写法呢 我老师生前会用 是这样的 也是这个样子 不过呢 它是这样的 有点像个帕 下一个字 汤子口子 腹子 肝 对不对 对不对 肵 皮 腋子 都是月字边 脏子 心脏的脏 都是月字边 所以月字边的字 肉字边的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 根据这个定理 这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有 是非常重要 肉字边 是正常的 相反来说这个相反词是什么呢 瘦对不对 病字头 什么字有病字头的呢 病有病字头 对不对 看诊有病字头 症有病字头 癌有病字头 对不对 三字也有病字头 所以呢这个是有病的 所以瘦是不应该的各位知道吗 不要去减肥 减了就变瘦了 瘦是有病的肥才是正常的 胖也是正常的 肉质变 知道了吗 精神就有用语字 太瘦不好知道吗 太刚刚没关系 太瘦不好 太瘦 任意放纵的意思 就是说没规矩 没规矩 这笔 这个笔 太差了 沙字呢是有一点的 基本上来说 理论上是有一点的 这个沙字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的 但是这个结果实在是不好看 而且真的 很多数法家都把它给 去掉了 就消失 被消失 一般来说中文字可以把它写成真正的结构 我都不会把它改掉 但是沙字绝对是个例外 它这里如果摆一点 真的不好看 而且这个空间里面好像也不容许它再摆 勉强的一点 所以我一般都不写 牺牲的神应该是这个 记住 但是它可以这么写 情字 写慢一点 好 那基本上就今天 这个 比较